好 總算 這太難了 我 不能開這麽高難度了 還好我不用打五關 所以是自選關卡 這種屠殺者模式是自選關卡 沒有 我們還是要 有趣還是要靠自己 就是那個 要留住人要靠自己 人家幫你宣傳 人家轉播你就是 你就要趁 趁現在呢 展現自己 不過這個遊戲剛好難展現自我 我沒關係啦 我們就隨興就好 這遊戲如果你有興趣要玩的呢 建議先把 不要升太快 難度開1級 不要升太快 因為你95之後 疲勞現在就變這樣了 疲勞一次一場就要300 一下就會打完 支線的話很重要 支線的話 都是金錢跟果凍 我目前是零課 支線的話 都藏果凍 果凍那些強化材料 所以基本上你無課的 要趁那個 還沒滿等的時候 極盡所能的 多刷土 沒有滿等是一場60比老 而且一天6千根本 一天一排場 會乾到爆炸 沒有 又 又兩天 又兩天 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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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兩天 和他還沒 一個人 好 好 記得開補的 沒辦法讓他看他競技場 感謝青分中的這台 我們剛好要結束了 所以呢 打競技場 然後我們再換遊戲 P喔剛好刷完 再來看他競技場 我自主限制了 他是開什麼的 他忍勒 我就開錯人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配搬 拿錯看 587 我現在在587 對 喔對 沒錯 1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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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充錢 充滿接 練擊下你的感覺 還好他 他真的太 他不太會 我才可以接著玩 不過我真的要練 真的已經很久沒玩了 所以是那個 我真的不用3 2 6的技能 但是通常 戰士PK是這樣玩就好 真的好玩 除非對面是劍鬥我們 才會 用全招 我這邊要開招了 這一招我就不太懂 有一些 就是他等級比較高的 技能我就不掉 裝修 我基本上只用普攻 用普攻才是基本攻 這就是競技場好玩的地方 騙招之後接一套 不過因為我自己限制了 因為我有前開的話 他不好打 他等級低 欸不對他就用開始鬥欸 他居然開始鬥 要開回合 不會欸也好 反正才要練習 不行 這招變了 月光閃變了 月光閃變了 一二 我還剩一個普攻 欸每個有 我有 我被他接到 我兩個普攻都用了 他技能多都蠻多的欸 他應該是遊俠系的吧 那接種應該是遊俠那邊 空箭手 要進遊俠那邊的 對我印象 直接技能都蠻多的 他要玩 你只能 那邊 你只能 哇 我幫你 我幫你 做 然後 他打穩 應該要打那個 回合啦 回合比較穩 看你 他想穩 好 我們就下箭了 應該破壞者不是傭兵啊 是那個 尤其他往後轉 衝拳 我直接在試著 先這樣越早把他的敵風騙掉 然後也不要急著接喔 因為你急著接會被斷招 他有兩招保力氣 所以尤其他CD又比較短 我太早接了 不要反打 想說他沒補充 他應該被我變性能高 等等 我現在怎麼會弄的 死的 死的 死的是 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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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我已經掉下去了 那招霸體好高喔 我破不掉 他那一刀是32大招吧 他那一招 原地一整 斷了 斷了 啊 居然斷了 打到斷線 好尷尬喔 伺服器 等一下 應該不能在這邊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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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